這是發生在屏東潮州那麼一家嬰幼兒用品店 日前這名女子開車帶著小孩 當時她把車停在停車場之際 沒想到有一名陌生婦人直接偷開車門 疑似想要偷爆別人家的小孩 事件爆發之後有第三方在社群PO出了相關的訊息 表示當事人想要報警 可是嬰幼兒用品店不想幫忙 店家不滿遭到誤會 所以PO出陳親吻 白色車輛開進屏東潮州 這家嬰幼兒用品店 一名富人騎機車跟著進入停車場 吊詭的是她沒有進入店裡 而是偷偷繞到車輛右邊打開後車門 女駕駛嚇了一大跳 急忙帶著後座的小孩下車 富人就站在旁邊直盯著看 富人回過頭就騎機車離開行徑詭異 讓女駕駛有了強烈的危機感 直覺對方的目的是要抱小孩 右後門遭一名富人打開 因擔心小孩受到傷害 立即帶小孩下車 當時女駕駛趕緊帶著孩子走進店內 詢問店家是否方便提供監視器畫面報警 由於賣場監視器沒有對著停車場拍攝 店家委婉表示無法協助 沒想到這段過程有第三者得知後 發文PO上社群 指控店家沒有伸出援手 對象一家園藝店監視器剛好拍到事發過程 店家在網路發布澄清還原事實真相 女駕駛也主動聯繫表示並未PO出相關訊息 讓人懷疑發文者的動機 婦人被指控要偷抱小孩意圖不明 引起當地家長擔心 警方已經展開調查 而第三方在不了解真相的情況下 發布不實訊息 已經對無辜店家造成傷害 記者林安平屏東報導